欢迎来到卫生的频道 这支影片将要介绍的是 新手如何快速度过战双拿凹的摸索旗 以及无可玩家培养队伍的一些建议 由于战双也是一款上市将近三年左右的老游戏 在手抽以及前期剧情上 放到现在来说已经过于缓慢及枯燥 虽然还是会有新玩家被角色吸引而入坑 但也有不少人因为前期过于冗长的教学而劝退 这里会给新手几个明确的目标 让你快速脱离痛苦的新手阶段 第一点,涉涵开局的A级角色 新手在初次进入游戏后 在剧情全跳过的情况下 大约半小时内可以获得10抽左右的新手实际准券 而战双的卡池则是每10抽必定出一支初始A级角色 因此会建议新手先抽一支强度不错的A级角色 而不是使用剧情郑送的初始B级角色来进行游戏 而新手池也可以自选锁定想要的A级角色 不太会有YG体的风险 对于那些想把新手池手抽抽掉的玩家来说 这40抽必定至少会获得4位A级角色 A级物理辅助寒英轻伤 A级暗装甲21号 A级兵进攻邦扁纳塔琉璃 A级兵辅助万世明爵 最早选择其中一位来进行开局 这4位都属于战双较后期的A级角色 伤害与机制早已超越早期的旧S级机体 第二点,参加利用可以快速升级的试图系统 指挥官等级达到20级后会开启指导系统 新手可以寻找一位超过80级的玩家建立试图关系 而试图则可以指派简单的任务给徒弟接取 每完成一件指导任务 双方都能获得大量的经验值与奖励 直到新手达到80级毕业 对于那些想快速升等的人来说 这是最简单也是最快的方法 第三点,参与于工会系统 将主线剧情推到4-5后会开启工会指挥局 玩家在加入工会后 每日可以在工会大厅中抽签来获得奖励 以及领取额外的60体力血清 也可以参加工会战多获取一些资源 第四点,拿满美日与每周任务的黑卡奖励 战双的常驻玩法大致分为四种 纷争战区 幻痛球龙 浪漫复兴战 以及工会战 而其中奖励最丰富的则是列在每周任务中的战区与球龙 这里分享个小技巧 可以在每周第一天拿满战区手通12次的黑卡奖励 在战区前面一二小关还没通关前 可以透过在关卡里不断阵亡的方式来完成手通 对于那些想要提早领完黑卡或是战区错过一期 而没办法领完最周任务黑卡的人来说 都算是一种必学的补救方式 另外球龙不追求排行奖励 只想拿完每周黑卡的话 除了地狱难度以外 其他难度的王被击败后 皆可以使用自动作战 且每周刷新球龙后依然可以使用 但分数只会有历史最高纪录的80% 并且一样会消耗角色的耐力值 使用法比较适合那些忘记打或是没有时间 平常不高分只想拿满奖励的玩家 最后来讲解无科玩家该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 效益最大化培养每一个属性的队伍 因为战双线环境调整过怪物的属性抗性 不再像过去一样 可以只培养一个高练度队伍就能打天下的情况 因此会建议新手在这五种属性中 每个属性只挑一位专注培养当作输出即可 以下是目前现版本环境中 每个属性的输出类人全代表 以及每队成本最低效益最高的后台工具人 而后台工具人主要供用室 帮助队伍的主输出提供健康以及治疗增伤 会上场输出的几率极低 因此不用特别帮A级角色抽取专务 首先介绍物理队 主输出培养S1物理进攻型比安卡生衡 QT工具人攜带 GL777自选的力服阳光 益石攜带四达文西二菲列特尔斯 以及入门自选罗赛塔以及他的专武 益石攜带四列文虎科凯瑟琳 物理队除了比安卡生衡 其他S级成员都能免费获取 加上未来的物理征服雅里莎回音 与埃拉万华一样可以透过宿舍任务免费兑换艺资 因此物理队也是目前除了雷队以外 第二推荐可以专注培养的队伍 第二个介绍雷队主书出培养S雷进攻型露西亚生红球影 TOT工具人攜带 A级雷装甲库罗姆胡光 意思攜带四达文西二爱因斯坦那 以及A级雷辅助力服流光 意思携带四桂尼二哥罗达霍尔萨曼达 因为生红球影本身的续航能力优秀 加上大招有两顿石挺以及高额的伤害 让球影不管在战区 还是球龙都有着优良的表现 除非是未来要将21号升系练到3S以上的玩家 不然目前雷队几乎不存在球影需要离场的情况 因此目前不管是使用S级还是A级的辅助工具人 两者的差距并不会像其他队伍来说这么明显 第三个介绍火队 主书出培养S火进攻型露西亚超客 QTE工具人攜带A级雷装甲埃拉异彩 意思攜带四达文西二哥罗达 以及可干暗征服或冰征服其中一支 意思攜带四桂尼二萨曼达 在目前还没有实装A级火装甲前 只能用其他属性装甲型代替 其中艾拉异彩QTE的表现 以A级装甲来说特别出色 因此列入名单首选 而征服型可以使用免费可干的赛琳娜幻奏或是艾拉万华 效益比起培养火辅助苏菲亚要来的高 目前火队的情况除非是首车超客 不然不推荐无可文家用火队开局 第四个介绍兵队 主书出培养S冰征服型艾拉万华 QTE工具人攜带A级物装甲艾拉异彩 E17代4达文C2哥罗达 以及A级兵进攻邦比纳塔琉璃 E17代4汉纳2达尔文 由于A级兵装甲藏于幽灵 在所有A级装甲的表现中并不算出色 除非有多余的抽卡资源 不然不太需要特别为了兵属性健康而抽取 而最近才实装的A级兵进攻邦比纳塔 输出能力接近 甚至快超越早期的路西艾拉宇 因此兵队可以考虑阻列艾拉万华的同时 培养邦比纳塔当副C打双的人切 算是线版本对新手来说非常友善 强度也失装的队伍 最后来介绍暗队 最近陆服即将实装新来山进攻 拉米亚生瑶 拉安队也是继火队后 第二个全员更换成第二代机体的队伍 强度上限 甚至笔尖有身红球影的雷队 以及有物理征服回音的物理队 事员有限的话也可以全部先用A级暗队角色 等拉米亚实装后再替换掉度跟塑星即可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